这个女人表面上是倾国倾城的武姬 但实际上她是举世无双的顶级杀手 她之所以化身为武姬 就是为了接近当朝最大的全城陆远 不过她的真正目标并不是陆远 而是想借机杀掉陆远背后的彭承王 因为在她很小的时候 她的师父就告诉她 她全家都是死于彭承王之手 都是因为彭承王是她害死你的父 然而陆远刚好是个野心勃勃的奸臣 她想安排黎哥到彭承王身边当她的妻子 这样一来 各怀鬼胎的两个人当即谈成了一笔交易 于是在第二天太妃的寿宴上 陆远假借贺寿的名义 向太妃推荐了由黎哥领队的武姬 陆远的本意是想借这场献武 将黎哥献给彭承王 但她没想到 武姬在就位后却纷纷亮出了兵器 随即 现场立刻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紧接着 黎哥从天而降 朝着彭承王射出了一支弩箭 但在千军一发之际 有人冲出来替彭承王挡下了这致命一击 此刻 彭承王还以为是陆远想要行刺他 这样一来 陆远算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为了自证清白 他赶忙向彭承王表忽心 下官真不知武姬行刺 请天下相信 今日 下官一定手刃刺客 以证下官之清白 言罢 陆远便带着侍卫前去围捕黎哥等 与此同时 黎哥正与一名将军打得难分难舍 但正当黎哥摆脱了那名将军的纠缠后 冲着黎哥一直都在下死手 他压根不打算给黎哥活命的机会 很快 另一个将领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于是他只能上去阻拦路人 但这样一来 却给了黎哥逃跑的机会 然而黎哥跑了没多远之后 他在半岛遇到了自己的师妹阿努 此刻的阿努已经身受重伤无法逃命 因此 他将18年前父母留给他的手串交给了黎哥 他希望黎哥能帮他找到他的亲生父母 随后 阿努为了确保黎哥得以顺利逃离 他选择冲出去引开追兵 就这样 阿努很快就落到了陆远的手中 他为了保住黎哥的行踪 最终死在了陆远手里 但他的牺牲成功为黎哥逃脱创造了机会 然而在黎哥逃脱后的养伤期间 有人无意中认出了黎哥所戴的那个手串 因此 黎哥很快将因为这个手串 摇身一变成为沈家的大小姐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黎哥因为戴上了别人的手串 被沈夫人误以为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 随后 沈夫人立刻将黎哥带回了府中 但沈府的其他人都质疑黎哥的身份 所以沈夫人情急之下 直接将黎哥手上的手串取下 他二话不说将手串当场砸碎 结果里面还隐藏着一款绝版的手串 由此可见 这个手串绝无仿造的可能 就这样 黎哥阴差阳错地成了沈家的大小姐 这样一来 众人对沈家阳女沈乐青的称呼也就随之改了 二姐 大姐回来了 你不就是二姐 此刻 沈乐青显然还没有适应这种变化 而沈夫人为了弥补黎哥 让她住在黎沈夫人最近的嘉宁阁 但这个房间之前一直是沈乐青居住的 所以她自然会对此感到十分不满 也正是从那天开始 府里的丫鬟也都开始改称乐青为二小姐 此刻 乐青的心中充满了不悦 但她顾念到他们的姐妹情侣 并没有做出出格的事 但事情很快就迎来了转折的时刻 因为在不久之后 沈将军在边关大街后凯旋而归 可她在返回省府之后 一听说失散多年的女儿找到了 她太过激动 以至于冷落了前来问安的乐青 这样一来 乐青心中的醋坛子彻底打翻了 于是在沈将军的接风宴上 乐青故意给了黎哥一份乐补 让他给众人弹奏以做庆核 但黎哥却在宴会上直接崩断了琴弦 因为 她早就得知了这是乐青在故意坑她 姐姐 怎么了 你为什么要打我 你啊 此刻 黎哥丝毫不惯着乐青 她才不肯做那种哑巴吃黄莲的人 原来 黎哥无意中曾遗漏过那份琴谱 而这份琴谱在被静凌王看法后 她一眼就看出这份乐谱是来自西域的鬼乐 此种乐曲具备乱人心智的效果 由于沈夫人曾因为失去女儿而患上疫症 如果黎哥今天弹奏了这个乐曲 那沈夫人恐怕又将开始发病 面对黎哥的指控 乐青装出了一副极其无辜的样子 她当即要求拿出那份琴谱进行对治 然而等那份琴谱娶回来之后 那份琴谱竟然又变回了正常的琴谱 这下 乐青立刻开始倒打一耙 她声称是黎哥私换琴谱想要构陷她 但黎哥是个智商在线的女人 她很快就猜到了是乐青的丫鬟刚才去偷换了琴谱 随即 黎哥在现场略是小季 很快就吓得丫鬟当众坦白了此事 阿姨夫人饶命啊 真的不是我 是二小姐让我做的 是二小姐 让我叫大小姐 父亲支持 偷换琴谱的 但也正因为此事 使得乐青很快将和黎哥走到不死不休的地步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女人本是江湖上的顶级杀手 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沈家的大小姐 但她的到来引起了沈家养女的嫉妒 于是养女沈乐青便开始了玩弄心机 她派自己的丫鬟弄来了母亲服药的药方 发现其中还有一位特殊的药物 随即 她前去探望了仍在病中的母亲 并且拿出了所谓的欺负金书 但实则 这份欺负金书早就被她用相冲的药物浸泡过 果不其然 随着金书上的药味开始挥发 母亲立刻开始大吐血 于是 乐青立刻来到床边 她拿起茶杯砸在地上 并用碎片划破了自己的手掌 随后她以鲜血做药乙 为母亲缓解病症 女儿就算拼伤性命 也要救娘 果然 她的这一波操作下来 母亲的情况立刻就好转了 但黎哥也看透了乐青的这点手段 只不过她没有在现场揭穿乐青 当天晚上 黎哥私下前去面见了乐青 她的此次造访 就是来警告乐青 不要再以母亲的安危来耍手段 这样一来 他们两人之间的不合也被翻到了明面上 此刻乐青还想教训一番黎哥 但没想到直接被黎哥来了个后发之人 你给我听好了 你们那些歪歪绕绕的伎俩我不懂 但是你要再敢拿你娘绍世 我杀了你 你不敢 你以为我行走家族这么多年 没有杀过像你这么卑劣的人吗 黎哥的这番话瞬间将乐青下得够强 但黎哥低估了乐青心中的嫉妒心 恰在几天后 沈家被皇上亲点要嫁一个女儿给彭城王 这个消息被乐青知晓后 他立刻找到他父亲主动情侣 他之所以这么积极地为沈家分忧 接应他很早之前就暗恋上了彭城王 但他也想趁这个机会除掉黎哥 为了避免黎哥被卷入这场赐婚 乐青说服沈家将黎哥送出成赞笔 但乐青在事后 立刻受益自己的舅舅去安排截杀黎哥的事 因此第二天当黎哥出城时 乐青的舅舅早已安排好了专业团队 半路进行截杀黎哥 索性黎哥有主角光环的庇护 所以这才得以逃过一劫 随后 黎哥立刻返回神府开启秋后算账 他当众揭穿了乐青满凶杀人的事 并且还将替乐青执行此事的舅舅抓到了现场 由于舅舅本就是个软骨头 所以他很快就交代了事情 不关我任何事情 这样一来 乐青满凶杀人的事情彻底东窗事发 原本乐青犯下此等大错必将遭致严惩 但怎奈他要嫁给彭承王的事情已经报给了皇上 并且审批通过 这样一来 不可救药的乐青最终还是逃过了一己 杨女沈乐青为了彻底除掉黎哥 他选择和沈家的政敌陆远合作 在他的配合下 陆远布局给沈家父子安上了一个私住兵器的罪名 就这样 沈家父子因此而锒铛入狱 但是光这样还不足以扳倒沈家 于是 陆远要求乐青将一堆假的账卜藏到其养父的书房做事此事 这个可是一三族的大罪 你要确保我不会被侏脸 如果没有后路 又如何为护君效力呢 在得到陆远的允诺后 乐青当即就同意了帮他陷害沈家 很显然 此刻的乐青早已忘记了沈府十八年的养育之恩 于是在当天晚上 他悄悄将账卜放入了他养父的书房中 等到第二天一早 陆远立刻带着人来到沈府搜查证据 此刻沈夫人哪里会料到 因此当陆远派人向征信地搜查了一遍 很快就找到了那本伪造的账簿 这样一来 陆远当即就拿着伪造的账簿提审了沈家父子 由于人证物证据权 沈家父子此刻已经百口莫辩 所以陆远就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对他们动行 与此同时 担忧父兄安危的黎哥一直守在府衙门外 但当他发现里面开始动行时 他下意识想要闯进去救人 眼看强行闯入不成 黎哥当即返回沈家询问账簿的事 他通过一番分析 很快猜到假账簿是府里的人放置的 而紫禁的一番话 更让黎哥彻底锁定了怀疑对象 我们都是一家人 怎么会呢 姐姐那天你跟我说过 你在书房外见到的是 沈乐青 他说他要去佛堂祈福 顺便经过哪 佛堂 可佛堂根本就不在那里啊 原来 乐青当初放置账簿时 紫禁曾在书房撞见过乐青 但紫禁并不知道乐青是个白眼狼 所以自然也不会对他起疑 但如今黎哥得知这个消息后 他很快就猜到一切都是乐青在背后捣抠 于是 他趁着乐青睡着时 劣势小记 当即吓得乐青嘀咕着提及了账簿的事 这下 黎哥立即站出来戳穿乐青虚伪的面孔 此刻 黎哥也不惯着乐青 当场就开始发飙 又是你啊 三番四次的针对我 你以为我的忍耐是没有限度的吗 是我又怎么样 自从你回来 丁和娘的眼里就只有你 这么多年 我不过是你的替代 此时此刻 乐青还觉得自己挺委屈 不断控诉黎哥夺走了他的一切 事已至此 他们两姐妹已经彻底撕破脸 但乐青对自己忘恩负义的举动 丝毫没有感到贿疚 反而还将这些事的原罪 推到了黎哥头上 这样一来 从来不受窝囊气的黎哥彻底忍不了了 你给我听好了 此时此刻起 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待着 每天吃斋念佛 祈祷着爹和大哥早日回来 否则 我定会让你陪葬 这个女人本是江湖上的顶级杀手 但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为了彭承王妃 于是她赶忙装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而她那个有着八百个心眼的妹妹 此刻却沦为了彭承王府中低贱的秘密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乐青通过玩弄心机 差点就成为了彭承王侧妃的人选 但在关键时刻 她的庶女身份却被人当众揭穿 彭承王侧妃 何等的荣耀啊 你一个过季的庶女 如何担得起这份尊贵 这样一来 乐青即将到手的彭承王妃这个职位也彻底亡了 而骊哥作为沈家的嫡女 则正是接下了彭承王妃这门亲事 既然乐青没法再嫁往彭承王府 她的父母就在凌晨为她另寻了一门好亲事 她表面上对这个安排没什么意义 但实际上心中却十分不安 她不甘心自己嫁的夫君没有骊哥的好 更不愿意就这样远嫁他乡养人嫡妻 于是 她在送嫁的途中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她通过在酒里下毒 直接毒杀了所有给她送嫁的车夫 而她在销声匿迹之后 转头就去投靠了沈家最大的政敌路远 她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为了进入骊哥即将嫁娶的彭承王府 哪怕是以逼女的身份来到王府 乐青也要等待一个机会除掉骊哥 就这样 他们姐妹俩最终同时进入了彭承王府 离哥由于是彭承王侧妃的人选 所以第一天就由管氏姑姑前来交他礼 管氏姑姑仗着自己资历了 想要给离哥白老资格的嫁 但他万万没料到 离哥压根就不惯着他 我是这韩灵阁的主人 姑姑不要见你 是小姐 退下吧 真没想到 离哥进入王府的第一天 就给那些想要骑在他头上的人 一个漂亮的下马威 与此同时 乐青以婢女的身份进入王府后 被分配到了王妃的身边伺候 但王妃凭借第六感 就察觉出这娘们不像好人 所以就给乐青安排到了 最苦最累的岗位 不过乐青的心眼也不是白掌的 他深知超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都适用 于是赶忙给其他婢女 先送去了一波福利 就这样一来二去之后 他很快搞定了 和她一起开展工作的婢女 随后 他又盯上了王妃身边的贴身 丫鬟一烟 他故意在地上放置了一件精美的头饰 并且准备再次使用超能力 她的超能力一斤使用 简直是屡时不爽 原本还看她很不顺眼的预烟 请客间就改变了对乐青的态度 这样一来 乐青仅用一天就让自己顺利融入了王妃 眼看周边的人都已摆平 她立即开始谋划如何对付黎哥 离哥的妹妹为了搅黄她的婚事 趁着太妃在御花园赏花之急 故意提及了离哥背后满身伤疤的事 这样一来 一旁的太妃立刻就捕捉到了这个信息 因此 当离哥前去觐见太妃时 太妃当即就开始含沙摄影起来 这扇堂是怎么干活的 这怎么有伤的橘子也送进王府来 随即太妃也不再拐弯抹角 直接要求黎哥拖一验身 然而等黎哥掀开自己的衣巾 果然露出了一道道伤疤 于是王妃只能将这件事汇报给了彭承王 但彭承王对此却并不在意 所以他和黎哥之间的婚事丝毫没有受此影响 与此同时 王妃也是个十分心善的人 他不忍黎哥背上一直留有这些难看的伤疤 所以就找来了府上的衣冠 为黎哥去除这些陈年旧吧 恰好衣冠有生机去扒的秘房 所以黎哥仅需数日便能摆脱这些难看的伤疤 然而这个消息很快也传到了热青的耳朵里 这下 不肯就此罢休的他立刻前往了医务室 他在医务室偷听到了医官的对话 得知了其中一位要超量将会取人性命 于是 他趁着药师短暂离开的片刻 悄悄往黎哥的药里加大了剂 很快 这份有问题的药膏被送到了黎哥的手中 而等黎哥使用之后 他立刻出现了高烧不退的症状 于是 他的婢女赶忙去向王妃汇报此事 但遗憾的是 他并没有见到王妃 只见到了王妃的贴身丫鬟一烟 什么事 沈小姐认为预复高 好香 此药本就中间 可我瞧见 沈家小姐像是真有性不大好 不像是药性起了的症状 还是见王妃 旧不溃烂青肤生长 此刻 预烟压根没有将这件事当一回事 所以更没有将此事汇报给王妃 因此 黎哥只能继续承受着这份痛苦 由于没有王妃的指令 医官是不会前来给黎哥医治的 所以他的婢女决定夜闯王妃的寝宫汇报事情 但这个婢女在王妃寝宫外遭到了他人拦截 更是在乐青的设计下 被他们强行带离了现场 随后 婢女还被扣上了惊扰王妃的罪名账责了二十 这样一来 乐青觉得自己很快就可以除掉黎哥了 此刻的乐青觉得自己已经胜券在握 殊不知 他在此刻已经掉进了黎哥的圈套之间 这是为了那些无辜之人 这是为了对你还抱有一次希望的爹娘 若不是看在爹和娘的粉身 我早就杀你千次万次了 这是他们姐妹俩彻底撕破脸皮的时候 此刻的黎哥已经恨不得杀了她的妹妹乐青 而黎哥之所以这么痛恨她 只因乐青的所作所为已经是丧尽天亮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黎哥当场抓住某个婢女在她的药里下毒 随即 她将下毒的婢女带到了王妃的面前 恳求王妃替她做主 帮她找出幕后主罗 但王妃受益神里此案的一烟 偏偏就是此事的参与者之一 于是她在积压婢女的途中 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了真正的主谋乐青 不久之后 这个婢女很快就遭受到了棍棒伺候 但她的嘴是分言 宁死都不肯供出主谋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黎哥也来到了现场 黎哥到场之后 当即将所有人都亲了出去 其实黎哥很清楚婢女背后的主谋是乐青 所以她希望婢女能公开指正乐青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黎哥向婢女疯狂暗示 乐青一定会对她杀人灭口 但只要她肯开口 黎哥至少会保住她的性命 然而就在当天下午 乐青果然悄悄去面见了她的婢女 乐青和她回忆了往昔的美好时光 还重点提及了对方在宫外的家人 这样一来 婢女立刻就瞄懂了 临走之际 乐青给她留下了一个特制的包子 而乐青的自保计划 也全都寄希望于这个包子 于是等到第二天 黎哥在王妃面前当即向乐青发难 为了证明乐青是背后主谋 她把那个婢女也带到了现场 此刻 黎哥笃定婢女会当庭供出主谋 但当婢女在指控主谋时 她却声称是一旁的预烟指使她下毒的 这下 黎哥终于发现 是她小瞧了乐青 原来在乐青留给婢女的那个包子中 给婢女留下了重要信息 那就是让她指认预烟是主谋 此刻 黎哥为了推翻这个结论 又让医官拿来了专门的药水 凡是沾过毒药的手 在这个药水中都会使之变色 可当乐青和郁烟分别浸泡过特殊药水后 竟然是郁烟的盆里变色了 原来 乐青在来之前就已经给郁烟下过套了 因此 此刻的郁烟已经是百口难辨 就这样 郁烟最终成为了乐青的替罪羊 被王妃下令拖出去战笔 而乐青本人 则在黎哥的围剿下再次逃出生田 事后 黎哥再次去面见了乐青 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乐青在背后算计 但他顾念到乐青毕竟是他名义上的妹妹 所以这才没有狠下心私下里除掉乐青 也正因为他的这次仁慈 最终导致他父兄的性命葬送在乐青的手上 新婚之夜 新娘静悄悄拿出了一把匕首 他趁着夫君转身的间隙 趁其不被一刀命中了他的要害 原本他以为自己杀的是一个最大恶极的坏人 但万万没想到 眼前之人竟然是他的挚爱 其实在很早之前 黎哥和彭承王在民间便已相识 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两人互相产生了爱慕之心 但由于他们两人身份都比较特殊 所以彼此在对方面前都使用了画面 不久之后 身为刺客的黎哥通过大婚的方式 来到了彭承王府 而他当天的任务 就是要在洞房花竹叶刺杀恶贯满盈的彭承王 很快 他心目中的那个仇人来到了他的面前 因此当所有人都退场之后 黎哥趁着彭承王不注意 毫不犹豫地拿起匕首刺了过去 不过 令黎哥感到崩溃的瞬间也在此刻正式到来 此刻 他们两人全都懵逼了 尽管彭承王拼命地宽慰黎哥不会怪他 但黎哥依旧过不了自己心中的这关 随即 他拿出匕首想要自我了结 但却遭到了彭承王的阻拦 就在这个时候 黎哥的师兄赶到了现场进行捕刀 但却被彭承王的侍卫发掘而挡下 眼看刺杀的事已经被翻到了明面上 师兄只能带着黎哥逃离了现场 而彭承王则当即下令 绝不允许伤到黎哥 但彭承王遇刺闹出的动静有些大 这导致反派陆远也带兵来到了现场 如果黎哥落到陆远的手中 那他的性命恐将难保 因此 彭承王只能装作安然无恙的样子 硬撑地来到门外应付陆远 也正因如此 黎哥两人这才顺利逃离了王府 但等他们逃离现场之后 黎哥这才得知 他用来行刺的匕首上 竟然被涂上了剧毒 原来 当初他的师父为了确保 彭承王必死无疑 早已在黎哥的匕首上涂满了剧毒 这样一来 知晓此事的黎哥彻底坐不住 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彭承王独发身亡 所以决定去找他的师父求去解药 然而他师父一心 盼着彭承王早点死 所以怎么可能答应给他解药 既然言语不能打动对方交出解药 黎哥决定用行动求去解药 言罢 黎哥抓住对方的剑刺向了自己 眼看这样都不能说服师父交出解药 黎哥也不再顾忌所谓的尊师重道 于是 他立刻和他师父打斗了起来 正当他们两人打得难分难舍时 黎哥的师兄也来到了现场 在师兄的帮助下 黎哥顺利拿到了解药 并且最终全身而退 但当他拿着解药准备回去给彭承王解读时 却发现彭承王已经下令 绝不允许他再回王府 原来 黎哥行刺彭承王的匕首已经被人发现 因此 如今等候黎哥的僵尸自投罗网 彭承王想将此事彻底掩盖下去 但不幸的是 黎哥行刺彭承王的那把匕首 无意中落到了太妃的手中 这样一来 此事也就没有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可能 此刻 太妃正愁没有借口对付黎哥背后的神家 但现在黎哥刚好为他送去了一个完美的礼物 因此 黎哥当即就被打入了天牢 紧接着 他的全家也因同谋的嫌疑而被打入了天牢 黎哥的母亲由于本就患有义症 所以差点在牢中直接精神崩溃 然而在第二天的公审现场 黎哥发现他的家人也已被牵连 此刻 他打死也不承认刺杀的事 因为他一旦认罪 他的父母兄长都将遭到连坐 但奈何他刺杀时使用的匕首 乃是多年前皇上赐给他父亲的御赐之物 很多朝臣也都知晓此事 因此 黎哥想将沈家宅出来也无法做到 眼看事态即将失控 黎哥决定独自揽下所有责任 我并非沈家之女 此刻 黎哥主动坦白了当初冒充沈家大小姐的来龙去脉 但这个消息却强烈刺激到了沈夫人 不 你是我的女儿 你很常一招老十八年 绝对不会错的 此刻 黎哥很下心要和他父母撇清关系 只为能将沈家从这件事中拨离开来 但黎哥万万没想到 陆远却拿出来了黎哥小时候所穿的包衣 经过沈夫人的鉴定 这件包衣正是当年他女儿被卢走是所穿之物 这样一来 黎哥的真实身世竟然真是沈家的女儿 这下 黎哥彻底懵逼了 沈夫人你搞错了 不好 你是你俺的女儿 沈夫人你真的搞错了 你搞错了我真的不是你的女儿 此刻 黎哥拼命否认这层血缘关系 只为不牵连沈家 但怎奈他的家人铁了心要陪他共同面对 因此黎哥在坚持了一段时间后 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现实 但他在接受了这个事实后 他们全家却要因为黎哥刺杀彭成王的事而获罪 如今彭成王因为遇刺一直处于昏迷中 所以也没有人能救黎哥一家 就这样 黎哥一家都被带到了刑场准备出展 但正当柜子手即将行刑之际 黎哥却先一步独发身亡了 这样一来 现场的百姓纷纷认定此事必有冤情 因此 沈家的其他人行刑一律延缓 而黎哥也要被带回去开展验尸 但在他们转运黎哥尸体的途中 禁灵王安排人将黎哥给私下带走了 因为黎哥其实并没有死 他只不过是提前服下了假死药而已 随后 他们将黎哥带到了一个隐蔽之处 而这一切 其实都是彭成王在背后操作 他迫于无奈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保住黎哥的性命 但遗憾的是 由于黎哥服药后被耽搁了太久 所以当他再次醒来时 他几乎变成了一个半只误人的状态 与此同时 黎哥在行刑前暴毙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他妹妹乐青的耳朵里 乐青对黎哥突然暴毙的是心存疑虑 所以便偷偷去查看了黎哥的棺材 当他推开棺材板的时候 里面果然是空无一人 这样一来 乐青当即就想把黎哥揪出来 随即 乐青想起了黎哥当初偷偷摸摸去外面抓药的事 这让他成功猜到了黎哥的藏身之处 于是 他在药堂外略施小记 顺利骗得照顾黎哥的人被迫离开 随后 乐青悄悄潜入到药堂里 如今黎哥的身边只有一个人看守 所以这对乐青来说简直小菜一点 言罢 乐青直接举起了他的高尔夫球杆 这样一来 现场就只剩下了乐青和半死不活的黎哥 此刻 乐青看着昏迷不醒的黎哥 狠狠地宣泄着自己的情绪 但当他看到彭城王为黎哥所写的信件后 乐青的心态彻底崩了 于是他立刻将黎哥的信件撕得粉碎 也许是乐青所作所为刺激到了黎哥 黎哥在这一刻突然就恢复了意识 因此当乐青想要刺杀他的时候 黎哥逐渐恢复了正常人的反应 眼看情况不妙 乐青转身逃离了现场 但黎哥并没有就这样放过他 黎哥很快就骑马追上了逃跑的乐青 对于已经恢复武功的黎哥来说 拿捏乐青简直是小菜一点 但他们都没料到 马车此刻撞上了石头而发生了颠簸 也正是在这时 他们已经来到了悬崖边 千军一发之际 他们两人被甩出了马车 悬挂在了悬崖上 此刻乐青想拉着黎哥一起死 却不曾想 最终独自一人摔下了这万丈深渊 而少了乐青这块绊脚石 黎哥最终顺利爬上悬崖 这个女人蒙受了养父母十八年的养育之恩 但最终却很下心搞得养父母家破人亡 曾经视他为亲生女儿的母亲 被他害得彻底疯癫 而他的父兄也在他的设计下双双惨死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乐青无意中发现 他的养母在受到刺激后 已经有些精神失常 他经常嚷嚷着要去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 而没意识到他的女儿 离得早就已经回来了 这下 察觉到异常的乐青萌生了一个歹毒的计划 他趁着养母独自来寺庙祈福时 故意来到寺庙中接近对方 他凭借着对养母的知根知底 装作自己就是养母失散多年的女儿 这样一来 精神本就已经失常的养母 果然就将她当成了亲生女儿 随后 他通过一番话言巧语 哄得养母答应了暂时不公开她的存在 并且通过一番交谈 乐青成功将黎哥这个敌女 在养母心中塑造成了十恶不赦的心机女 因此等第二天黎哥前来探望母亲时 母亲对黎哥的态度立刻有了一百八十度大动员 此刻母亲对黎哥存有很大的戒心 所以根本不可能给黎哥好脸色看 不管黎哥如何努力地与他亲近 母亲终究还是对黎哥敬而远之 娘 我说过了你不要再见好我娘 你又不是我的女儿 请黎妃离开 马上离开 此刻的黎哥确实是有苦难言 但他又没办法和一个精神失常的母亲去较劲 所以他只能无可奈何地离开了现场 然而黎哥前脚刚走 母亲后脚就又去探望了乐青 并且在这次见面时 母亲详细讲述了乐青父兄的返回行程 这样一来 乐青当即将这个重要信息写信告诉了他的盟友 于是就在几天之后 当沈家父子在返回京城之时 他们在半路上遭遇了伏击 而这场伏击 正是乐青令人为他们父子精心准备的 随即 一群埋伏好的刺客横空杀出 他们的到来就是来要沈家父子性命的 因此当双方激战了几十回合后 沈家父子很快就落入了下风 此刻 丧失战斗力的儿子为了不成为父亲的软肋 毅然决然地自吻在对方的剑下 但他不知道的是 即便这样 他的父亲最终也没能逃过一截 就这样 他们父子俩最终都惨死在乐青的背叛之下 与此同时 黎哥还满心期待地等候着父兄平安归来 但万万没想到 他等来的却是父兄惨死的噩耗 当他看到父兄的遗体时 黎哥的精神世界瞬间崩塌了 事后 不甘看父兄枉死的黎哥 来到了父兄遇袭的地方寻找凶手的蛛丝马迹 但怎奈天宫不作美 现场下起了倾盆大雨 所有的痕迹都被冲刷得一干二净 因此黎哥连自己的仇人是谁 都无从得知 然而父兄的惨死对黎哥来说只是第一重打击 他母亲对他的态度则令黎哥雪上加霜 此刻黎哥不仅要面对父兄的离世 更要面对母亲对他精神上的折磨 这种伤痛不亚于失去父兄带来的打击 此刻黎哥别无他法 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着数倍的苦楚 以至于他在为父兄伴葬礼时 只能是带着他的三弟主持大局 而全程瞒住了他的母亲 由于他的母亲受不住沉重打击 所以没人敢让他知晓家人丧命的事 然而母亲虽然有些精神失常 但当他看到两块排位时 母亲下意识流出了泪水 黎哥担忧母亲察觉出异常 只能让他先进屋休息 但当黎哥忙完了所有事之后 他母亲却又要开始折腾他 此刻母亲对他的态度宛如对待一个仇敌 这让受尽苦楚的黎哥有苦难言 但他现在是全家的顶梁柱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下去 因此他为了不刺激到母亲 只能答应母亲离开沈家 然而也正因为一波又一波的打击 使得黎哥复仇的念头在此刻熊熊燃起 事后黎哥通过一番严密分析 很快就锁定了一个可疑的作案凶手 于是在第二天 黎哥在指定地点守住待兔 果然顺利抓到了杀死他父兄的血球 但血球的嘴巴非常严 他死活不肯说出指使他截杀的幕后黑手 因此黎哥只能另辟蹊径 开始用激将法的方式来套取血球的话 这样一来脑子少跟进的血球果然就中招了 你说什么 我不许你诋毁我们世家的任何一个人 只怕一世一鸣的神听障和神职 到此也没有料到 赢他们进仙境的 居然是他们一手抚养到大的 女儿 这下黎哥终于明白了 原来导致他父兄枉死的罪魁祸首 竟是他的妹妹沈乐青 因此忍无可忍的黎哥当即决定要替父兄报仇 于是黎哥通过一番调查 很快就找到了乐青的藏身之处 在这里 他发现了乐青模仿他母亲笔记的证据 这下 黎哥终于明白乐青是怎么将他父兄诱骗到埋伏地点的 有了这些板上钉钉的证据 黎哥故意等着乐青察觉到他的到来 因为乐青在察觉到异常后 立刻就去寻找背后的保护伞 这样一来 乐青背后的保护伞也就浮出了水面 但他们之间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如今乐青已经毫无利用价值 所以他在对方那里自然也得不到任何避免 因此当他准备离开现场时 黎哥也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收拾乐青了 随即 黎哥将他带到了他们父兄的牌位面前 希望乐青能够毁过自己犯下的罪恶 但乐青死到临头 依然不肯承认自己犯下的种种恶行 于是 黎哥将所有的证据在众人面前公布出来 这下 沈家的每个人都恨不得给乐青两巴掌 但即便如此 乐青为自己开脱的思路依然非常清晰 你还没有过难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一个是你爹 一个是你大哥 你怎么忍心下的去受 你怎么忍心下的去受啊 你 没意义 不得不承认 乐青抗辩的理由真充分 别人打他还得看对方有没有过门 但即便他现在巧水如簧 黎哥也绝不会再给他脱罪的机会 黎哥想给乐青留下最后一份体面 希望他能当着父兄的牌位自吻谢罪 可乐青并不愿意收下这份体面 因此 他在走投无路之际 决定发起最后一击 他毫不犹豫地拔剑刺向黎哥 企图带黎哥一起下地狱 但凭他的这点三脚猫功夫 此举无异于以卵击石 因此 乐青最终还是死在了黎哥的快剑之下 这样一来 黎哥也算为他的父兄报仇雪恨了 至此 本剧的《天子一号大反派》 堪比白眼狼的杨女沈乐青 终于彻底下线 这个女人有两个儿子 但只有一个是他亲生的 为了帮自己的亲生儿子获得权势 他决定布局构陷自己的杨子 为此 他利用自己受淡的契机 将他的杨子和亲生儿子聚到了一起 起初 他们一家人聊得其乐融融 仿佛真的是和睦有爱的家人 而太妃看向杨子的眼神 也确实像一个慈祥和蔼的母亲 但所有人都不会料到 这一切只是为了构陷杨子所做的铺垫而已 于是 太妃趁着这个和谐的氛围 听命给彭城王灌酒 而在这个酒中 其实早就被他动了手脚 然而等他们酒过三巡之后 太妃故意拿出了一种特质的香料 等到彭城王大量吸入特殊香味后 他逐渐开始察觉到异常 此刻他还以为是酒精有些大而已 可太妃却并没有半点隐瞒的意思 这下 彭城王终于意识到了事情不对劲 可当他想要反抗时 他已经浑身无力 就连喊叫都没有力气做头 于是 太妃的真实面目终于暴露无遗 随即 太妃从怀中掏出了一把匕首 不过 他的计划并不是刺杀彭城王 而是让彭城王杀了自己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兄弟之间才会反目成仇 才能让他的亲生儿子下定决心 和彭城王一针高下 随即 他将匕首捏在彭城王的手中 并且大声呼喊救命 这样一来 门外的禁灵王和离哥等人 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 等他们冲到房间里查看情况 太妃已经强行让彭城王杀了自己 因此 现场的局面俨然是彭城王杀害太妃的场面 眼看自己的母亲死在自己面前 禁灵王果然就将彭城王当成了杀人凶手 此刻 离哥不相信彭城王会做出这种事情 所以极力劝告禁灵王保持冷静 我不管 他竟然杀死我母亲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是离哥 你说今天敢阻拦 我与你暗断一决 就算是暗断一决 我要先把他带走 但是 我会还你一个功道 这样一来 他们兄弟俩果然走到了反目成仇的地步 事后 彭城王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告诉了离哥 但怎样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彭城王的话 因此 痛施母亲的禁灵王将这一切都算在他的兄长头上 而事态的走向果然也正按着太妃生前的计划在发展 此仇 不顾太帝 若是不报 何以非是 至此 太妃用自己的死 成功逼得他儿子和彭城王反目成仇 言霸 禁灵王直接冲到了他四个那里 当着众多朝臣的面对彭城王发难 由于他母亲确实是死于彭城王之手 因此即便彭城王知道这是一个构陷他的局 他也不得不坦然面对 就这样 彭城王最终还是被打入了天牢 与此同时 禁灵王的心中也并不好受他一直都将彭城王当成了人生榜样 现如今榜样杀害了自己的母亲 他的精神信仰请客间全部崩塌 因此无法接受现实的他最终还是去牢里探望了彭城王 不过他的这次探望其实是为了发泄心中的情绪 此时此刻他们兄弟之间真的走到了反目成仇的地步 与此同时 离哥觉得这场构陷来的太过蹊跷 光凭死去的太妃一人肯定无法完成 所以他怀疑起了一直爱慕着静灵王的瓦尔 为了验证瓦尔是不是那个佩合太妃完成这场构陷的人 离哥派人假扮刺客 当着瓦尔的面刺杀静灵王 很快静灵王就被刺客射中了一箭 更要命的是 这支箭上竟然含有剧毒 如果半个时辰内没有解药 静灵王就要去西天取经了 此刻 瓦尔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人胆敢行刺静灵王 但经过他的深思熟虑 他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可疑的人选 那就是指使他协助太妃完成构陷彭承王的幕后黑手 于是 瓦尔当即就去面见了幕后黑手 他认定是对方派人刑刺了静灵王 所以当即要他交出解放 但怎奈他们两人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所以自然都是一脸懵逼 但就在这时 门外却突然闯入了一大批人 至此 这场隐蛇出洞的戏码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刻 原来 当初静灵王在牢中之时 彭承王便和他谋划了这个隐蛇出洞的计划 后面上演的种种 也都是他们两兄弟演的双簧 目的就是为了顺水推舟找出幕后黑手 这样一来 本剧隐藏最深的反派终于被绳之以法 而彭承王和静灵王两兄弟 终于又恢复了手足情深 自那以后 黎哥和彭承王终于名正言顺地相守在一起 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